美国CNBC网站日前报道说 位于伦敦的投资研究 机构研究公司TS Lombard表示 虽然最近中国报纸头条报道的都是中美贸易战 但这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 该公司中国区研究员John Erden Fennby表示 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 稳定国内经济 发展中国制造2025计划 捍卫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机构 追求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的重要性 超过了与美国打贸易战的重要性 与此分析呼应的是 美国政治外交性杂志国家利益 刊登一篇文章 中共崩溃我们准备好了吗 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的研究员Peter Mattis 在文章中引述一位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表示 我无法给你他 中共垮台的日期 但中国共产党已进入了末期 马蒂斯还表示 这一看法得到了在座的 有数十在经验或广泛与中国官员有联系 且今年往访大陆的专家的一致赞同 事实上 这是马蒂斯第二次引述该说法 三年前的这一说法中包括美国企业研究院学者奥斯林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中国共产党的黄昏中的观点 这一观点建议西方的外交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等要走出中共的权力中心跟被边缘化的中国民众建立关系 虽然中共的残局或许会维持好几年 但是西方应该站在历史的正义一方 马蒂斯希望 在中共领导人再次向他的人民扣动班机之前 美国采取行动 不让1989年大屠杀的悲剧重演 马蒂斯提出的建议中 特别提到如果北京掐断国际联系 美国政府需要找到一种与中国人民保持沟通的方式 海外评论人士夏小强在今日评论中认为 专家所指中国崩溃 是指统治中国的中共政权的崩溃 从近期媒体和专家的讨论来看 与1991年819事件造成苏联一夜之间崩溃不同 中共的倒台和崩溃已经出现在了人们的预期之中 中共在对中国的统治中不断用疯狂和邪恶的方式 制造连续不断的灾难 一次又一次打破人们的承受底线 这也不断地加强着人们形成的共识 中共政权面临倒台 天欲击亡 毕竟其狂 目前中共的邪恶方式愈演愈烈 自由亚洲8月7日的报道中就披露 公安疑似动用激光武器对付访民 四川成都一家公司制造出紧用激光步枪 射成800米并可连续发射激光1400 激光的发射过程肉眼看不到 也不产生任何声音 报道引述港民的探究说 这一武器较远程电机防爆器 能在5米内将人击倒 击中要害 3秒内致人死亡 对于美国采取行动 不让1989年大屠杀的悲剧重演的说法 并非起人忧天 上述下小强的评论就认为 中共在丧失了统治的道统和法统之后 在道德 信仰 文化和法治等多个层面 已经把中国社会彻底毁坏 今年以来 川普的开大贸易战 中共多年来以经济增长为依仗的执政合法性 这根最后的稻草将会失去 而GS Lombard的说法也可见 中共正在为其政权崩溃做准备 就中共的历史来看即使只有风吹草动也草木皆兵 何况面临巨大危机 因此 其拱卫政权的暴力终将升级 有人从而提出 依照1942年6月2日签订的 中美关于进行抵抗侵略战争期间 适用互助原则制协定 美军有义务托管中华民国大陆地区 这一观点立足于1979年4月10日 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美国国会 为规范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台湾关系法 2018年3月24日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 延续了对中华民国台湾的确认 观点引述律师的说法指 目前的联合国宪章23条与110条 都认定中国的法定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国境内的 一个合法政府和组织 按照这一观点 中国与台湾是一个国家 那么应当是中华民国来统一中国 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探究认为 联合国安理会82号决议至今有效 也就是说 联合国军、美军 应该帮助中华民国武力收回 并托管中国大陆蒙古和北朝鲜 这可看作是雅尔塔协议中 朝鲜评分 日本美国独占 外蒙古独立后的世界大格局的修改 只是该协议中的苏美因法分须占领德国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德国在民主制下的统一 已经给出了朝鲜与中国走向的范本 网络上有传言称 美国总统川普要习近平结束一党专政 且规定时间在八年之内 虽然这一白宫官员的透露得不到相关证实 但川普外力敲打 贸易战争准打击中共的七寸 却又给习近平留足面子 侧面证实有这一可能 而习近平为中共送葬的方式则可能多种多样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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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